前北市板橋有女子物性投資群組陸續交出470萬元 以為可以獲利賺錢 沒有想到卻是一場騙局 警方接獲報案要求女子假意配合相約面交 順利在咖啡廳內逮到兩名嫌犯 兵員警來到咖啡廳鎖定靠牆座位的這名男子 立刻上前擺人 手機拿出來 手機拿出來快點 手機 手機 手搭上肩大上客製要求交出手機 男子第一時間驚嚇不已 但還是不乖乖配合 激烈拉扯就想掙脫 一旁顧客看到這一幕搞不清楚狀況 嚇著叫趕快打110 警察抓人治癒 趕緊表明身份 安撫解釋 警方在咖啡廳內大動作逮捕 原來這名男子就是詐騙車手 新美市板橋英明猜信女子物性網路投資群組 三個月內陸續砸錢投資 面交匯款一共給出470萬元 不過卻遲遲沒收到獲利 女子才驚覺自己被騙 馬上報警 沒想到詐騙集團還不死心 又以股票中籤 要女子再給出150萬元 警方正雙方相約面交時 在咖啡廳內逮到兩人 兩名嫌犯分別是車手以及監控手 都有詐欺毒品前科 這回以為被害人還會乖乖交出錢 沒想到招逮狼狽落網 記得最後報道 等住